今儿天晴了 继续出发 你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吗 不知道 你看一下 这个河叫黑河 刚才那个牌子上不是写的吗 黑河 你听过一个成语吗 叫弱水三千 只取一条 只取一条眼 就是指着这个河 弱水在 黑河在古代的时候被称为弱水 你看到好像这条河 好像挺不起眼的一条河 从齐连山上留下来 但是这条河在河系走廊 是从齐连山上留下来的一条 非常大而且非常有名的一条河 然后这儿从甘肃的当夜 一直向北流流到内蒙古的俄基纳旗 到俄基纳旗 有一个湖 那个湖叫居延海 咱们刚昨天住那个酒店门口 那个不叫居延路吗 居延海 居延就指着内蒙古的俄基纳那一带 然后沿着这条河一路上 因为有水它就有绿洲嘛 有人生活 所以以前的那个汉朝的时候 那个长城和风火台 沿着这个黑河一直修到了 今天的内蒙古和吉纳 甚至到了外蒙古 所以这条河别看不起 而且在中国历史地位当中 很有名的一条河 就是沿着这条河一直走 到下游就能到居延一带 你养活好多人 对对 不光养活很多人 而且因为有了这条河 有绿洲 所以有通道 所以蒙古骑兵也会 包括匈奴人 蒙古人他也会沿着这条路 攻打这个中原王朝 所以这个在这条河边 两岸修了很多这个 风火台河长城 过两天咱们到了这个 玉门的时候 咱们到时候去找一找 你到时候看一下 你就知道这条河 在中国历史地位当中 有多重要 从现在开始 我就叫魏强十三了 因为魏强说 十三是他的幸运数字 所以魏强是他的本名 然后从今天开始 我就叫他十三 这里介绍一下 要不然突然叫十三 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现在呢 从312国道向右拐 向北拐 拐进了一条小路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 古城遗址 这个古城遗址呢 叫黑水国遗址 黑水国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黑水城 但是黑水国没听过 黑水国就是在张叶的西边 十几公里的位置上的一个 古城池遗址 它有两个城池 在312国道的一北一南 各有两个城池 到底是什么样的 咱们等一会走过去看一看 我和十三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黑水国遗址的北城遗址 现在离我们就只有二三十米远了 一会儿登上废弃的城墙上 俯看一下这座城 这座城长宽 都是300 300米 300x300的一个正方形的城池 现在我们上去看一看 它现在什么样 我们现在站在2000年的遗址上面 这是正能踪踪的2000年的遗址 看这城墙一直延伸到那儿 然后往这边走 然后从树林后边又拐到这边 然后又从这拐过来 再拐到这 300米x300米 在一个平方的一个古城池 以前的人就住在这个城池中间 以前肯定有很多房屋 但是现在都已经早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城的遗址是 汉代到魏晋时期的 到了魏晋之后呢 这个城池就荒芜了 所以你现在看不出任何有人生活的痕迹了 因为时间太久 那边被沙子都埋了 对 那边被沙子都埋了 一会儿我们走 我们上那去看一看 这个黑水国 以前是修奴人的故城 然后2000多年前获取病呢 攻入这个城之后 占领了这个城池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了 汉帝国的都城 这个汉武帝设河西四郡的 其中一个的张叶郡 据说就是在这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在那个现在所在的张叶市 并不是汉武帝当时所设的 张叶郡 应该是这儿 这儿是张叶郡 对 他是在匈奴人城池的遗址上 修建 这个城内有很多这个散落的 地面的这种灰砖 这个砖瓦片 很有可能是以前的残留吧 这种灰砖 现在因为现在当地农家 我没看到有不多了 用这种灰色的砖 一般都是红砖 我们现在在这个城池里头看 这还有以前被农民种过的地 一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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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现在也没人种地了 估计是现在可能政府保护了吧 就不允许在这里边再耕种了 以前建国后一定会有人在这儿 是中国地的 这个是 这个黑水国 城四周的 四个角的 一个风火台式的一个建筑 应该是那种古代士兵 站在上面 站岗放哨呢 他有一半都被沙子给掩埋了 城墙 这边的本来是城墙 都被沙子给埋上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黑水国的北城 基本上被我后面的这些沙子掩埋了 能有三分之一 看这儿都是沙子 远处的那个城墙 你的轮廓还是能看到 就是它的西侧 基本上都被沙子掩埋了 而且这个沙丘很高 沙丘能有五六米高 这个城墙往这边过去之后 那块是个大门的位置 这个大门朝着 东边的方向开着的 现在还能看见那个大门的那个轮廓 这是你这次河西走廊之旅 见到的第一个古城池遗址 而且还不是那种开发的景区 所以感觉还是跟景区那种完全不一样 这个更真实 对更真实 然后就像好像穿越的感觉 更能感受的意思 魏强呢他姓魏 他的祖先魏清 就是大汉的将领 你突然想说什么 我突然想说一句 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 虽远必诛 这是魏将军的后代说出的一句话 现在我们俩离开黑水国的北城池 现在去南城池 南城池离北城池有两公里远 要穿过312国道到国道的南侧 去南城池看看是什么样 这个北城池是汉代到魏晋时期的 南城池好像要一直到明代才被弃用 我和石酸 现在来到了黑水国的南城 这个城池也不小啊 看样子长宽也是得有300米多 现在登上这个城墙上面看一下 整个全城的面貌是什么样 这个是黑水国南城遗址 上面写的是明 这个应该是明代的 所以它的保存的规模 还有它的砖 它的城池的整个感觉要比北城要完整一些很多 这个城池的城墙的范围比北城要清晰很多 而且四周高 中间非常低 落差能有感觉将近10米了都快 落差最高的地方 这个城池的四周也能看出有风火台 而且中间手指的那个方向是大门 大门的位置 现在依然能看出来是大门 朝着东方 也就是现在张叶市的方向 我们现在能清晰的看到这个城墙的厚重的泥土块 倒塌在这 我们现在从城墙上面下来了 在这个城内散落着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灰砖 看前面 全是砖 这些砖 对我觉得这些砖 很有可能是以前的那个城墙上的砖 你看这些砖 都是灰砖 我们从地上随便捡下来这个灰砖 这个宽窄大小 因为这个只是置段坎剩一半的 这个宽薄这个感觉颜色 特别像在博物馆之前看过那些画像砖 你看这个 这个应该是砖砖的地方 对这个瓷炮罐也不知道是什么 以前在汉塘城里面看过很多 哎 它那个时候的砖有死卯结构 你看看 对对对 有凸着像拼图似的 因为以前古代它没有那个钢筋混凝土 所以它只能是靠这种死卯结构的 然后让砖拼凑起来的更 结实不会有这个牢固 对更牢固 所以这个绝对是老砖 这个是城墙 这个是城里边的一个土墙 这个土墙 看样子好像是城里边的一些建筑物 剩下的残留的墙 然后如果这个是古城的话 以前有很多人在这里面居住 居住的话肯定会有很多房子 但是现在房子都倒塌了 都荒废了没有了 只剩下散落在地面上的一些灰砖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砖很有可能就是当年人 住盖房子用的一些灰砖 因为这个古城不像北城 北城那边被沙子掩埋了很多 还有耕地没有都被破坏了 这没有耕地也没有被沙子掩埋 所以这些灰砖很有可能都是当年盖房子的人 留下来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古城内呢 还能看到现代人用这些残砖灰瓦 摆的一些人的名字 摆的一些字 是什么字看不太清楚了现在 但是很容易分辨出来是由后来人摆出来的 还有摆成什么新型的那种求爱式的文字 你看它这个城楼里边 它这个路从这租来之后要往旁边拐一下才能出去 也就是说以前这块肯定是个很高的这种门楼 上面有官兵可以上去 然后人呢要从这走 走到这你还不能直着出去 得拐出去 这也起到一个很好的防御作用 所以如果有外来人进来 得拐一下 他的视线也受死 看这上面 这个砖 特别清楚 一块一块的 你看散落的一地 这些砖都是老砖的 这个明代的烽火台明显比汉代的北藤那边那个要大得多 你进去小心啊 别坍塌了 这些砖都是确定的 我只要摸死 这些砖是荷山尾范的 那边凡尾范 红柠檬 为两个大的顶角 这两个小子 在这个黑水国南城的北边 还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古城池一址 就是我身后的这边 但是这个是汉代的 南边那个呢是明代的 这个汉代的现在基本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都被沙土给埋上了 只能通过它这个外面立的那个黑色的碑上面 你能认出来这块原来是个汉代的一个城池 也叫黑水国什么一个屯的城池 叫屯庄好像是 已经看不出来了